鱼类的其他感觉器官 鱼类的皮肤具有多种感觉器 比如触觉 感知水流 感知水温 以及定位等等的器官 最简单的感觉器呢 就是非常小的牙状凸起 称为感觉牙 复杂一些的构造呢 称丘状 称为丘状感觉器 高度分化的皮肤感受器呢 就是侧线感觉器 这些感觉器都具有与感觉神明纤维 相联系的感觉细胞 能够感受到外来的刺激 各类皮肤感受器的 基本构造都是相似的 一般都是由几个感觉细胞 和一些支持细胞组成的 比如图上的侧线感受器 我们会看到具有感觉毛的 长葫芦形的感觉细胞 散布于感觉器的中央 它的肌部被柱形支持细胞所包围 感觉细胞呢 具有感觉和分泌的机能 它的分泌物在感觉器的外表 凝结成长的胶质底 感觉毛就包藏在顶的内部 感觉神经末梢则分布在感觉细胞之间 在水流碰击鱼类躯体时 可以引起感觉器顶的倾斜 从而把刺激传给感觉细胞 再通过神经纤维 把刺激传递到中枢神经系统 所以说鱼类的侧线 可以感受低频率的振动 感觉水流 确定方位等等 无论是微风拂过水面 石块落水 还是由水流不时冲击岸边 而引起震动 鱼类都可以由侧线来感知这些 从而也让鱼类可以对环境的变化 迅速做出相应的反应 所以一旦鱼类的侧线遭受破坏 鱼类就很容易被捕食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鱼类的嗅觉器官 嗅觉器官是一对内线的嗅囊 由一些多折的嗅觉上皮组成 嗅觉上皮细胞是由头顶外胚层发生 下陷进入皮肤 最终形成了嗅囊 嗅黏膜分化出初级嗅板和次级嗅板 分折多的嗅觉面积就大 嗅觉就会更灵敏 嗅觉上皮细胞分化为感觉细胞和支持细胞两种 支持细胞特别粗壮 感觉细胞是线状或杆状 在其特大的细胞核周围 细胞尤其庞大 游离的一端有鲜毛 肌部还有神经末梢分布 许多神经末梢结合就形成了嗅神经 痛到端脑的嗅叶上 嗅觉器官和嗅觉器官由于在生理机能方面相类似 所以有时我们也把这两种感觉器官统称为化学感觉器官 但是它们在结构上和发生上还是十分不同的 大家也可以从图中看到 嗅觉是由一组细胞聚合而成的胃蕾决定的 胃蕾多成烧品状 但在发生的初期是成球形 随着生长 中部逐渐变得细长 胃蕾上有感觉细胞 外层是支持细胞 感觉细胞的上端均有鲜毛凸起 由胃蕾孔伸至外面 肌部有神经纤维的细致分布 鱼类的胃蕾分布的范围很广 在口腔、舌、唇、腮、烟、食管、体表等处都有胃蕾的足迹 鱼类在寻觅食物的时候 味觉器官起了重要的作用 可以使鱼类辨别食物的味道 科学家曾做过一个实验 如果给鱼胃在奎尼叶中泡过的食物 鱼吃到口里会立即将食物吐出 这证明它可以品尝出苦味 还有研究表明 经过训练 鱼类甚至能区别甜、酸、苦等味道 好的 第三节的内容我们就讲完了 我们知道鱼类除了可以看见和听见 鱼类还有侧线感觉器官 嗅觉和味觉 整个鱼类的感觉这一部分内容就到此结束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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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